那時候就手上一本書都沒有 可能需要一萬本書才有辦法開一間書店的狀況下 我那時候手上沒有書 那怎麼辦呢 就全台灣去逛書店 台灣大概一百四十到一百五十間就書店 然後大概逛了其中一百七的書 其實來這邊找書多半是豐富店裡面的書 那其實大部分都還是靠自己收來的書為主 只是會想要挑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書 然後讓店裡面的收藏更好一些 其實有時候逛秋書店啊 像我們一般這樣看 就大概都看這三排的書 可是有時候要找到好書 就是要最上面或是說趴在地上最下面的書 好書有時候都是藏在這兩排 你會看到我趴在地上 就沿路趴著這樣過去 這樣找書 他們都會把一些比較老的書都放上面 跟老闆娘借書 真的沒有爬上來就不會發現什麼小本的書 無念症 71年的無念症 像這樣的書我覺得某種意義上 對我們現在的來講就是新書 因為 再版的機會我想也不大 很可愛的書 他們這個封面還是 好像類似像藏書票 它上面也有寫的序號 很貼上去 這種書我就會想要請 雖然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賣得掉 我現在幾乎去逛書店 大部分都跟老闆聊天比較多 如果說綜合書跟人的話 其實我最喜歡的還是樂 去他的書店花一個小時找書 可是要花半天聊天 其實我覺得蠻多舊書店都這樣子 一般新書店跟客人都不會有這種交流 你的客人常常會回來跟我們聊個天 然後再走 我好久沒有去台南找吳老闆 他有一次 有一次又來我那邊喝咖啤 我記得蠻目書店老闆娘問我的句話 就是生意不好 會不會因為這樣就吃不到飯 我想就想說 不會 至少我不會因為這樣就沒有飯吃 或怎麼樣 還撐得下去啦 想盡辦法維持這樣的生活方式下去